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旋转运动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一种冠量 所谓冠量就是恒常不变的意思 当一个系统在旋转的时候 它这个物理量始终保持不变 我们就称之为冠量 那直线运动的冠量是指它的质量 这个质量是一个贯量 那一个旋转的系统 它的这个转动的这个贯量 要怎么样子来计算呢 我们把这个系统分成N个质点 那每一个质点的质量 到旋转轴的距离的平方的和 的成绩的和 那加在一起 就是代表整个系统 以这个为转轴的转动贯量 比如说这是一个木棒 这个木棒的总值量 假设是M 它的重长度呢 假设是L 那假设以这个为转轴的转动贯量呢 这个通过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 这个轴 为转轴的转动贯量 我们用这个积分的方法 积出来的结果呢 是十二分之一的 ML的平方 但是以它的边边这个轴为转轴的转动贯量呢 也是用积分 积出来的结果呢 是三分之一的 假设是I0 比如说这个圆柱体 我们知道圆柱体的贯量中心是在这里 那以这个这个轴哈 因为这个轴刚好通过它的贯量中心 为转轴的转动贯量是I0 那以另外一个轴 以这根轴 但是这根轴跟它之间是平行的关系 所以我们叫做平行轴定理 微转轴的转动贯量是I的话 那I跟I0之间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I0它比较容易求 用积分很容易找 那再加上Md的平方 这个M呢 是整个系统的总质量 那这个D呢 是两个平行轴之间的距离 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这个立体就是一个 转动观量平行轴定理的一个立体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圆柱体 它的质量呢是M 它的总长度是L 那它的质量中心是在这个位置 那以这个为转轴的转动观量 我们用这个积分积出来的结果是12分之1的 ML的平方 那以这个平行轴 就是这个轴跟它是平行的关系 微转轴的转动观量呢 就利用这个平行轴定理 所以这个I的话呢 就会等于12分之1的 ML的平方 然后加上呢 Md的平方 这个D呢 刚好是12分之1的L 所以经过数学公式的整理的结果呢 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知道它的转动观量是 3分之1的M L的平方 由以上的讨论呢 我们可以了解 所以影响一个旋转系统的转动观量呢 它的主要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系统本身的质量 另外一个呢 是旋转轴的位置 因为我们知道旋转的系统 它的质量呢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如果旋转轴改变的话呢 就会影响它这个旋转的观量 转动观量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MING PAO CANADA